第457章 三五组合再续 众人一起来到前厅 两名凤凰妖族工作人员已经无视了唐三和大猫率先给美公子进行登记 是这样的 今年组停的精英赛不但有个人赛 还有双人赛 而且双人赛的奖励非常多 一名凤凰妖族男子将之前对唐三和大猫说过的话 对美公子和孔雀大妖王又说了一遍 听着他的讲述 再看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美公子的唐三 大猫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双人赛 我可以参加吗 美公子扭头看向孔雀大妖王 你和谁参加 孔雀大妖王疑惑地说道 我可以 一旁的唐三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来到孔雀大妖王面前 微微恭声道 其实我原本是美公子的附庸 我可以和他一起参赛 你 孔雀大妖王皱眉道 你不过是二级血脉而已 从你的气息看 你勉强达到九阶境界 怕是会拖后腿吧 唐三立刻取出剑令地了过去 我想 我可以 嗯 他很强的 美公子点点头说道 由于修罗说他曾是自己的附庸 他不禁多看了他几眼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他看来 这就是修罗为了和自己一起参赛故意说的 不过和他一起参赛 美公子倒是也不排斥 看到唐三手中的剑令 孔雀大妖王不禁有些惊讶 问道 你来自家里城 唐三点了了点头 道 是的 孔雀大妖王双眼微眯 再看向美公子 未来的世界是你们年轻人 你自己决定吧 凤凰妖族工代工作人员看看唐三 再看看美公子和大猫 嘴里嘟嚷着道 之前不是你们俩要一起吗 唐三扭头看向大猫 递出一个戴着歉意的眼神 大猫挑了挑眉毛 回给他一个我懂的眼神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唐三向他竖起大拇指 一切尽在不言中 可以吗 唐三再转向美公子问道 好 美公子向他点点头 看着他 唐三十分满足 终于又可以和他并肩作战了 这一刻 他内心的激动难以平复 脑海中已经回忆起了前世的种种 他还清楚地记得 前世他是唐三 他是小五 他们的三五组合曾经称霸赛场 两人配合无剑 默契无比 战胜了不知道多少对手 此时此刻 他们可以再次参赛 再次共同作战 再次并肩而行 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 虽然有点对不起大猫 但在这个时候 他真的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所有的沉稳在他的小五 他的美公子面前 早已荡然无存了 登记 确认 领取参赛号牌 确认参赛时间 办完一系列的手续之后 参赛准备已经完成 唐三 美公子 大猫都参加个人赛 然后 唐三和美公子参加双人赛 唐三比较感兴趣的是 在登记的时候 美公子捂住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 直到现在 他其实都不知道 美公子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 走吧 孔雀大妖王向美公子说了一句 这句自然是对唐三说的 嗯 那我们赛场见 唐三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变得不一样 神采奕奕 好的 赛场见 见到他之后 之前也还犹豫着要不要参赛 但美公子一来 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参赛了 出了报名处 孔雀大妖王身上荧光一闪 就和美公子一起消失了 他们能够这么快赶来 自然是和空间技能分不开的 这本来就是孔雀妖族最擅长的能力 更何况施展这能力的 是族中最强大的孔雀大妖王 别看了 都没影了 大猫带着几分打趣的声音响起 唐三转身看向他 苦笑着道 抱歉 抱歉 大猫 都是我不好 大猫摆摆手 道 过来人 没事 换了我 我也这样 我肯定要守护着我的爱人 别的都是次要的 理解万岁 唐三忍了忍 总算没有把美公子 是自己更早认识的朋友 那段说出来 走吧 我请你吃大餐 算是补偿 如果在双人赛中拿了名次 我会给你挑选一件好东西 大猫听了他的话 却摇摇头 道 修罗 你是我的恩公 我现在也把你当兄弟看待 如果你当我是兄弟 以后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想要获得什么 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否则的话 我永远都无法真正强大起来 你已经为我指明了 获得是神剑的这条路 这次比赛 我会向所有看不起 我们狮虎族的妖怪族证明 我们是足够强大的 看着大猫眼中闪烁的光芒 唐三微微汗手 大猫说的没错 他真的想要成为顶级强者 就只能依靠他自己 大猫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道 无论时 那时候 狮虎族永远都是你的伙伴 只要你一句话 不管刀山火海 咱们随叫随到 孔省大妖王带着美公子 直接传送回了住处 没有外人 只是面对美公子的时候 孔雀大妖王脸上的表情 就变得温和了许多 那个修罗是什么人 你们那个就属组织的人 孔雀大妖王问道 美公子道 算是吧 在家里成的时候 他一直在帮我 那几次行动 也都是他在帮我 事实上 他也不能确定 修罗究竟是不是 救赎组织的人 但修罗对他的帮助 一直都是不遗余力的 孔雀大妖王眼含深意地 看着女儿 道 你如果认为 这是你未来的重要助力 就要着力拉拢 如果不能确定他真的会帮你 就要保持警惕 身为上位者 不可能掌控每一个属下 但每一名核心成员 都必须是心腹 嗯 美公子点点头 对于修罗 他心中始终保持这一份警惕 上次他想要摘下他的面具 看看他的真面目 也是因为如此 那层面具仿佛隔绝着什么 让他始终无法 全心全意地去信任他 但他又隐隐能够感觉到 他对自己毫无保留 就像刚才相见时 他那份掩饰不住的惊喜 好了 休息吧 通过传承考验之后 就一直在赶路 你也没好好休息 说完这句话 孔雀大妖王身形闪烁 凭空消失 父亲离开了 美公子的精神 也随之放松下来 今天见到修罗 对他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惊喜 而且他还要和他一起参加双人赛 着实感觉有些奇异 他们以前虽然合作过 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在比赛场上在合作 能够战胜对手吗 修罗究竟是什么实力 其实他也不完全清楚 他只知道修罗很强 总是能人所不能 之前他身边那个狮虎兽 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他的朋友吗 他们是不是原本打算 一起参加双人赛的 但在见到他之后 修罗却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起参赛 他对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作者唐家三少 她的本事 我依然不认定 演唱目 声 感谢观看